1975年9月25日深夜 一场百年不遇的风暴突袭了小镇 数千伏的高压电线断裂打在地上 小镇停了电 失去与外界的联系 这一天 Cryle为了要迎接远道而来的男友 借了轻慕他的邻居的货车去接男友Mike 镜头撞到Mike这边 他也是第一次到这个Fly Cry 度假区 下车问了老司机很多问题 这第一次来到深山老林里 没一会儿就遇到了女友 这可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回家之后 借邻居的车缓了过去 可车内的货不见了 里面装的是邻居一家准备出售的蠕虫 原来这个货车是邻居老板的车 结果被骂了一顿 之后 女主带着Mike去见叔叔 没想到屋子里空无一人 却在旁边草地里发现了一具尸骨 Mike立马报了警 可警察来了 事故也不见了 因此事还被警察骂了一顿 一次 他们两人没事 就叫了邻居划船 去水上钓鱼 Mike带的耳料就是蠕虫 装耳料时 不慎被蠕虫咬了一下 为了包扎伤口 Mike自己回去了 而此事只有邻居和女主在船上 邻居想 此事不表白 更待何时呢 吉里瓦拉说了一堆 结果船只一晃 蠕虫都掉了船上 邻居强行吻女主 被女主推开 趴在了船上 结果蠕虫钻进了邻居的头部 这吓得不行 二人跳水就跑 邻居跑到了森林 女主跑回了家 为了找到邻居 他们找到了邻居的老板 没想到老板已经躺在了地上 衣服一扒开 里面全是蠕虫 他们里面跑到了正在吃早饭的警察面前 稀里哗啦说了一堆 不料 没人信 又被警察骂了一顿 难道这就是小孩放羊的故事吗 没人理会 只好自己解决了 可万万没想到 全家正在吃饭的时候 外面大树倒了 出去一看 全是蠕虫 正想用汽油烧死他们的时候 都已经不见了 原来 他们怕光呀 男友知道了 引诱虫子的方法 就去找到了大木板 不料被蠕虫咬邻居出现了 并把男友敲晕 夜晚来临了 女主妹子放水洗澡 因没水就离开了 没想到放了一水池的蠕虫 邻居男还迷恋女主 来到了他们房子附近 这时妈妈听到楼上有声音 女儿一想洗澡水没有关 结果上去 门一开 一房子的蠕虫扑面而来 这时男友也醒来 急忙回到了女友身边 不料 此时也被邻居男捆绑了起来 经过一番争斗 男主光环战胜了虫男 最后他们躲在了树上 等待着白天的到来 好了 每日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